香港演员曾志伟曾经说过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个梁朝伟 梁朝伟在帅气 榨根于八九十年代 那是香港最繁荣的时代 少女的床头常出现的 就是梁朝伟的海报 商店老板性或最多的 也是梁朝伟的海报 导演李安也曾感叹 梁朝伟只要坐在那里 什么都不做 你都忍不住想靠近他 梁朝伟出生于1962年 家境贫穷 15岁就不在上学了 他做过抱头 会计杂情等一系列工作 年幼的贫穷将他 不愿再忍受这样的生活 恰逢香港电视台招收演员 他有自己的好友周星驰介绍 在1982年 考虑了香港无线电视议员训练班 至此开始他正式进入了娱乐圈 训练班毕业以后 梁朝伟要比别人心理得多 居然巧合之下 金庸被梁朝伟英俊的外形 以及梁朝伟个人的演技吸引 梁朝伟1984年出演了电视剧陆顶记 扮演男主角伟小宝一角 微妙微笑的演技 吸引了大量粉丝 梁朝伟在香港电圈拥有了性命 此后梁朝伟拍摄了 《倚天图龙记》 《大映河》等多部影片 梁朝伟不仅拥有了工作 还认识了他后半生的妻子刘嘉玲 当时梁朝伟与曾华倩谈恋爱 此后梁朝伟跟曾华倩谈恋恋了六年 曾华倩家庭条件富裕 当时梁朝伟只是一个小演员 女方父母并不看重梁朝伟 分手之后梁朝伟极其痛苦 刘嘉玲作为朋友安慰梁朝伟 爱情就在这时候发芽了 那时候梁朝伟还没有意识到 对刘嘉玲的感情 直到1990年 刘嘉玲被绑架 那一刻他急了 此后梁朝伟回忆那时候 就跟无头苍蝇一样 开着车在香港找 几天后刘嘉玲回来了 模样憔悴发心凌乱 他忍不住上前抱着他说 我们离开这里吧 就这样他们真正的在一起了 感情不是一帆风顺 刘嘉玲的完美爱情出现了一个例外 那就是张曼玉 如果刘嘉玲是梁朝伟的红玫瑰 那么张曼玉就是梁朝伟心头的白月光 梁朝伟与几度合作的女演员张曼玉 时常传出绯闻 刘嘉玲感受到了 陈所未有的危机感 然后就有了这样的一幕 梁朝伟左手牵着刘嘉玲 右手牵着张曼玉 当台走秀 当年闹得满城风雨 无论大小包省 都在报道刘嘉玲展现原配地位 与宾走张曼玉 2008年梁朝伟生日 有香港记者拍摄到梁朝伟张曼玉 单独聚餐 周围并没有刘嘉玲的身影 最后梁朝伟在这一年娶了刘嘉玲 而梁朝伟与张曼玉 到底有没有一段感情纠葛 世人已无知 梁朝伟不善言辞 不善交际 现实世界中 他的世界如此孤独 拥有刘嘉玲是他最大的幸运 无论世人如何猜忌 他们最终还是将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他最终还是将双手紧地握在一起 不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